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人民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都是請Anno和我們解答股票的問題 Anno你好 你好 Anno,留意到人民幣已經是連續貶值 匯價都持續波動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 人民幣匯價中間價是6.4236 比上日下跌96點 在2011年8月以來最弱即是連跌第四天 利案價CNH今早曾經對美元失手過6.5 曾經見過6.5102對美元 在案價CNY最弱曾經見過6.4320對美元 利案價和在案價仍然價差未見到收窄情況 今早差價曾經高見過782點 是怎樣指的 Anno,看看是否自從入了SDR這個消息公佈了之後 人民幣貶值的勢頭就持續了這樣的發生呢 始終在說SDR這個因素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最大的影響 都是說入完SDR一些的人民銀行相關的言論 他們都說到未來來來說 始終都沒有以前這樣積極地去干預回市 所以很多時候都覺得未來來來說 如果你是一銀行的干預行動會少了 可能真的有機會令到波幅相對比較大 所以都會加速貶值洗頭 而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入SDR這個因素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即使是說 入了之後之前市場衝進 各國的央行會增持 普遍分析現階段主流意見都是說 增持的行動都可能是四年的事 所以實際上 會不會令到薩拉加會短期來說 人民幣有一個很大的需求在 因此推動到匯價上升 也沒有這個可能 所以實際上對於匯價的影響性 就不會說太大 但是你看近期說 央行的言論會影響到人民幣那方面的表現 而最重要就是 一眾的大行對人民幣的看法 都是覺得會有貶值洗頭出現 這方面如果普遍來說 大行分析都認為人民幣有貶值洗頭在 相信這個洗頭都會繼續持續下去 主要原因就是兩個原因 其實人民幣貶值方面只是對美元貶值 實際上美元對人民幣現階段6.4左右這些位置 普遍大行都認為 短期來說甚至有機會點6.55 甚至大行長遠來說會看到對方七算 你說貶多少現階段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看到 我想你看到現階段市場正關注 人民幣對美元方面的匯價上面 最關注就是美國加息 究竟對人民幣匯價上面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始終美國真的開始進行加息 始終都會令到一些保守的資金 個案來說可能會說衝勁 或者是把錢投放在人民幣 一些相關的產品上收息 但是隨著美國開始加息 當地一些固定息率的產品 都開始變得吸引的時候 的確會加快資金流回美國市場上面 但是我相信現階段來說 看回這些因素反映了一大部份 所以實際上 如果12月中開始見到 美國聯儲局真的開始進行加息 我想會不會因此令到人民幣 有個急劇貶值的勢頭在 又未必會發生的 但是我覺得人民幣未來來說 始終會有個貶值的風險在 主要是說現階段市場 都特別說 都不是說一年 近一兩年來講 都在關注內地的經濟表現問題 始終在內地的經濟方面 都的確是面對著一個放緩 風險等等的風險在 所以看回未來來說 這個憂慮 仍然持續的話 人民幣貶值勢頭 有機會持續 不過你看這個幅度 我相信始終跟8月份會改那方面 就未必會再次發生 這麼大幅貶值的勢頭出現 比如說人民幣貶值空間 不排除 仍然有2-3%左右 但至於會不會對七算 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是延至尚早的 講到人民幣貶值 大家都想起中資航空股 因為他們用很多外債 升值的時候 那些債相對可以減少 但現在貶值的情況 對他們影響都很大 雖然油價持續創新低 都去了近年的低位 現在36元多的外圍油價 但是仍然這些中資航空股 雖然成本下降 都受惠不了 因為外債方面 好像成本都不斷增加 中資航空股的走勢 是否都會受到人民幣貶值的影響拖累 的確的 我想中資航空股 對於這個因素上 是比較大的負面影響是多 甚至看近期的股價 都在反映著這個因素 因為實際上對於航空股 近期來說 特別油價跌了這麼多 本應是一個利好消息 甚至的幫助 其實都相對比較大 但是看近期一中中資航空股 股價的表現上面 普遍來說 都跌多差不多5-6%左右 其實都在反映著 人民幣貶值的因素 對他們來說 的確是比較大的衝擊 跟其他行業 都一樣的問題 當然人民幣貶值 公司可以做的 就是減少一些美元的債務等等 但是如果把一些美元的債務 換回人民幣債務等等 雖然實際上 可以減少了匯兌風險 但是始終在人民幣的債務上面 普遍的利率水平上 都仍然是比較高 所以實際上的幫助 都未必說太過大 所以你面對著人民幣貶值 這個風險在這裏 公司可以做的 不是說真的太過多 甚至在這麼多的行業當中 航空股受到的影響 可能會相對比較大 除了外債的風險之外 其實內地的航空股 特別是三大的航空公司 未來而言 普遍之前都認為 隨著油價低企 內地的航空業的需求 是比較龐大的 所以未來而言 他們可能會持續 要去跟波音公司等等 去購買更多的新的客機等等 但是在這個購買過程當中 如果未來而言 人民幣持續貶值的話 對他們而言 都未必是一個 非常好的利好因素 甚至在匯兌上 可能會面對著更大的風險在這裏 所以我相信 近期而言 即使油價跌了這麼多也好 內地的航空股 暫時來說 我都覺得 直播率上不是太吸引 以往的時間 一講人民幣貶值 大家都可能想起 中資公司 會受到影響比較拖累大一點 但原來今天公佈了一間公司 發了一個刑警在373方面 經營日本城的這間公司 他都說自己 其實都受到人民幣貶值所拖累 因為他們有大量的人民幣存款 回想起來 其實早前除了他 IT也公佈過自己 受到人民幣貶值拖累 會不會都陸陸續續看到 公司看到人民幣貶值 而將它們大筆的存款 人民幣存款 有個回水的風險在這裏呢 其實自從IT發了刑警之後 市場已經有個警號 很多香港的零售業上面 可能過去來說 收了不少人民幣在這裏 最重要就是 在過去這幾年來講 人民幣普遍很多分析的認為 人民幣都是會持續升值的 所以很多公司都投放在一些 人民幣的定息產品等等 始終由於香港的息率 相對比較低 所以很多時候都吸引到公司 去投資在這些人民幣產品上面 但自從8月份 人民幣有個急劇貶值的風險在這裏呢 很多公司在這方面來說 面對著一些損失在這裏 這次日本正在說國際家居零售 都是面對著同樣的問題在這裏 未來來說 人民幣有個可能持續貶值的勢頭在這裏 但對於公司來說 會不會再有一個很大進一步的影響呢 我覺得未必 因為正如之前所說的 好像爆熱上面發生的 急劇貶值的勢頭 未必會再次出現 但持續貶值 當然對它來說 有個負面影響在這裏 未來來說 他們收到很大的普遍 勢頭就是 減少人民幣的相關資產在這裏 但我覺得你說一眾的零售股 除了面對著人民幣的風險之外 始終都不要忘記基本因素上 講的是國際家居零售 始終除了刑警 人民幣貶值這些因素之外 未來公司的業務挑戰 都仍然是比較大的 始終香港現階段的零售市場 是有個明顯轉弱的跡象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你說 零售業暫時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個屬於比較高風險的版法 雖然有受累的 亦有受惠的公司 人民幣貶值 大家都可能想到 出口股方面 是否可以受惠 相對外匯的情況下 人民幣的東西便宜了 不過我又看到出口股 又不是特別做得很標青 反而秀類的跌幅是大過 這些受惠到的出口股的升幅 其實出口股 當然 你說人民幣貶值 對於出口來說有個幫助 但對於香港上市的公司來說 很多時候沒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最主要是很多公司 即使業務是牽涉著出口也好 很多時候他們計算上 都可能用美元計算 未必是用人民幣計算 所以實際上 雖然出口量有個幫助 但公司最終隨著人民幣貶值 對著匯隊方面 都未必有個特役 始終是說的 的確的 數目上 貨量上是多了 但是 除了說他們實際收回來的 都是說一些人民幣的計算上 對當對美元的時候 都會面對著一些匯隊損失 所以對於這方面來說 人民幣貶值去炒出口股 其實過去那幾個月上面 都反映了 受惠的公司 其實不是太多 好像利峰等等 這些是能夠受惠 但是如果 論到基本因素上 這些公司本身的基本因素 都不是太良好的情況下 我相信幫助性就真的有限 正好 整體來說 人民幣持續貶值下去的話 對整個金融市場 投資氣氛也好 或者經濟前景來講 都不是那麼利好 的確沒錯 你看到人民幣貶值 特別說這兩個月來講 持續貶值的勢頭 是比較明顯 但實際上受惠的股份 不是太多 但是我覺得影響性 就不會太過負面 除非再次見到 有個急劇貶值的勢頭在 但是正如之前所說 未來再次出現這些情況 機會性就不是真的太過大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雖然不是一個什麼利好因素 但是我覺得 都不需要看得太過負面 好 跟大家看看出口版塊 今天現在最新的表現 不見到敏華控股 現在最新是做9.3毛3毛跌幅 矮近1% 5C折環球升幅超過2% 最新力保8.7毛7 利豐方面 5是靠穩 升一仙 創科12是跌2毛 德昌電機升一毫半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和阿諾做回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的分析 有些一會進入其他直播環節